往前走 民眾跟著指標開車 想要開到羅東 但路越開越小 最後甚至沒路可走 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讓他整個氣炸了 有沒有鬼打牆的感覺 不只鬼打牆 想罵髒話的 讓吳小姐這麼生氣的 就是這個路邊的指標 從外地來的她 照著指標 想要開到羅東市區 但卻越開越遠 怎麼也到不了 上次就是來看到 像柯林社區首相助隊 東三鄉的 因為相信指標不會錯 於是她繼續往前開 結果路越開越小條 最後還變成了自行車道 就不敢過去了 趁現在還可以回轉回去的時候 回轉回去 原本直直往前開 就會到羅東 沒想到最後跟著指標走 繞了一大圈 整整6公里又回到原點 這樣的烏龍路標 讓民眾開玩笑說 難道縣府想用這招 來解決塞車嗎 11走4公里 上面有一個指標 4公里就到羅東了 當初為了防止羅東市區 進入羅東市區塞車 所以來做出來 規劃出來一條替代的路線 有可能是因為台風 或者是指標 有部分遺失的部分 造成用路人的比較不清楚 原本是想要疏導塞車 才會設立的替代道路路標 現在卻反而變成 讓民眾迷路的迷宮指標 民眾無奈只好開玩笑自嘲 多開的原網路就當作是 看看風景吧 記者林醫生 廖宇志 宜蘭報導 沒得到 打開玩笑自動地 天憶,明星迷路的